白皙皮肤精致五官 配上九头身高跳身材 一现身就让人惊艳 我是100米男运动员夏思宁 我已经训练跨栏有7年了 来自中国的夏思宁 有着亮丽外形更有人形容 她长得神似男汉女星阿优里芝恩 但20岁的她可是货真价实的田径美少女 还是中国女子跨栏界的新希望 明镶起跑所有选手背奔而出 在中国浙江举行的中国全国田径锦标赛 女子百公尺跨栏决赛 第五跑道的夏思宁 尽管起跑落后 但靠着流畅的跨栏动作后来居上 以13秒25涌夺金牌 这一瞬间她似乎情绪激动 但却不是因为夺冠 而是懊恼自己没跑好 事实上170公分的夏思宁 原本是学习舞蹈 国中才改变田径跟专攻跨栏 是从亚洲飞人刘翔的恩师孙海平 让她逐渐斩了头角 与生俱来的亮丽外形 更获得众人的目光关注 不但微博粉丝22万 抖音粉丝跟破百万 被粉丝称为中国体育界第一女神 我很喜欢在阳光下练习 每个跨栏技巧 曾声称不难恋爱 只拼成吉他更希望 用实力证明自己 还定向目标 期许自己跑进13秒内 受伤过 但从未想过放弃 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回到赛场上 尽管夏思宁因为6月伤病 错过的杭州亚运选拔赛 但随着伤势逐渐康复 未来粉丝还是很有机会 在暴力奥运等赛事 看到这位九头生跨篮美少女 在赛道上奔驰的身影 三连新闻 近期中国全国田径锦标赛 女子100公尺跨篮中 来自湖南的九头生美女夏思宁 22日勇夺金牌 精致连弹也让她意外引起热论 中国今年全国田径锦标赛 正在浙江省举行 而来自湖南的九头生美女夏思宁 22日在女子100公尺跨篮勇夺金牌 当时虽然她在起跑是最后一名 但她却不愿放弃努力突破 最后成功迎来大逆转 以13秒25夺下金牌 夺冠后她表示 希望能够继续努力全新专注在田径上 短期目标是尽快跑进13秒以内 因此暂时不会考虑谈恋爱 事实上2003年出生的夏思宁现年才20岁 父亲曾是邵阳市田径队成员 有着运动天赋的她 从小还学过舞蹈 身体柔韧性 协调性好 为跨篮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17年14岁的她就拿下 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100米跨篮冠军 2019年更拿下世界中学生 田径锦标赛的100米跨篮冠军 在2019年全国青年运动会女子100米跨篮上 更以13秒30大幅打破全国少年纪录 田径锦标赛的100米跨篮军